大家好,我是尚老师 我们今天谈谈托梦的一件事情 托梦这个事情,其实老师很早以前就想跟各位交谈一下 怎么说呢?很多朋友跟老师说 老师我梦到我的往生亲属,他这里过不好,那里过不好 或他觉得冷,觉得饿,或是觉得这么一千花 老师,我帮他办了这么多法会,或是我这么想念他 我还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到他的 这里老师必须跟各位讲 托梦这件事情,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九九 都是我们自己的心中的思念以及执念会造成的 事实上在这个三界之中 你要去完成托梦这件事情 不是没有可能,但是概率极低 他说老师概率极低不代表没有 搞不好我那个梦就是那个极低之一 首先人对人去托梦 他是不能够言语去做交通的 那这个是不行 第二个就是说他能够在你面前去展现 基本上也是很难的事情 因为三界之中他是不能够去让 往生者的世界跟我们这个世界 去做任何的一个情报的交换 这个是铁律 没有人可以是说轻易的他往生 然后他想把他自己知道的事情 然后来去告诉你是说 我在那边过怎么样 还有是我家的保险箱怎么好吗 然后我还有多少遗产没有告诉你 对不对 那些富豪人士他们就不用担心了 对不对 他就算死了 他还可以托梦给他子孙说 你不可以跟他抢猜猜 你不可以去怎么样 都要什么东西 可以这样子吗 不可以 他为什么有钱 他们不会找到处去做这些事情吗 因为不行 我们能够做的东西是很有限 即使我们这些专业人士去做 他都很有限 所以是说你说 基于托梦这个事情来告诉你 这个能或不能 或是他感受怎么样 这是不难可能的事情 第二个就是说 他冷他热 或者他这个什么不够吃的 或钱不够花 这件事情啊 其实是比较有趣的 首先呢 你他花的钱 就算他没有钱花 你要怎么给他呢 画给他 烧画给他吗 这个老师跟各位说过了 我们稍后要给这些 往生亲属的这些金子啊 或者是银子啊之类的 这些什么别墅啊 仆人啊这些东西啊 他能够使用的地方是有限的 就那一小块区域 所以说你说啊至少我带 他那个区域很好用啊 对不对 那我还是要给他 他不是能够一定都能够带那个区域的 因为在那个区域范围之内 他是有停留时间 他有一定的签证 他不能一直在交界处里面留太久 之外你稍给他 他最后也是不能用的概率是很高的 再来就是说 他觉得冷觉得热 那他没有身体了 没有大脑了 你请问一下 你要怎么样去感觉到冷跟热的 冷跟热是一个相对的感觉 对不对 鱼觉得水很凉很舒服 但是我觉得水很冷 我就觉得会很不舒服 那这个是相对的感觉 你怎么会办法是说 他没有身体的状况之下 还可以告诉你是说 我在那边冷在那边热 那你要来帮我 那你怎么帮他 你烧纸过去给他 他就可以有衣服去穿嘛 这个东西就产生一个争议 所以是说 我们其实是不能够 透过我们阳世间 所有的一些物质东西 然后烧化给他 然后他们就会过得很好 这是不行的 不然的话 那我很简单跟各位讲一件事情 那我们就不应该去什么 我们不用去买金子 我们也不用念佛了 对不对 我们每一个人就学会那种 黏去纸糊的技术 是不是 现在印表机那么方便 对不对 我做图纸可以自己印出来 然后自己把黏黏黏黏黏 然后烧过去就好了 对不对 那我们还要信佛干什么 我无恶不做之后 然后我就烧纸过去给他 那我老大在下面也可以当老大 我们老大传承一直不断的 那个涌动机一样 这是可以吗 这是不行的 所以是说 你觉得他冷觉得他热 那这个概率基本上 他是不会告诉你的 因为这个阴阳之间 他是有隔阂的 他没有办法去影响你什么事情 我说个实在一点的话 就是连神都不行了 对不对 你讲难听一点 你要神来去影响人 他还得跳大神 是不是 那还需要人间的代言人 那他怎么可能 连神都不可以直接下来告诉你 你该做什么 那请问你的往生子 怎么可以直接透过托梦 告诉你你该做什么 说这个是不行的一个事情 说各位 遇到往生亲属 还跟你哭诉什么东西 我们知道说我们很想念他 可能就是他可能 我们自己的肌肉记忆 或者是回向记忆 都可以知道说 他可能他的那个纪律要到了 我们可以怎么样 你真的要去祭祀他 那是可以的 那个不是说不行 祭祀给他 这是我们的心意 他会不会收到 他收到我们的心意 但是你实在很想 帮往生者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怎么办呢 那也不难 你早晚念一次心经 回向给你这个往生的亲属 那也就可以了 这个念经的东西 你不要念多 老师一直在跟各位讲 念经东西不要念多 你早晚念一次波罗波罗密心经 念一次你不过上五分钟的时间 那这个东西你早晚你在念的时候 你不但可以度化你自己 澄清你自己的一个能量场 你也可以把这个好的东西传递给他 因为念经我们有频率嘛 我们有这个心念嘛 传过去的能量才是有的 你不能是只靠火烧 然后就可以传针过去 对不对 那如果你今天造紫场火灾 那你是不是可以抢银行 那你要懂他的一个逻辑概念 他一定是有这些能量等下交换的东西 所以说这个遇到托梦的时候 请你不要太伤心也不要太难过 那基本上你就直接去找我念一次心经给他 就可以了 这无论是往生者或者是你往生的一些 我们的毛孩子 或是我们的宠物也都可以 一般来讲宠物托梦的概率成功率是最高的 为什么 因为他很纯粹 或者就是说他其实他在之前的功德 就已经累积够了 说他足够转换这些积分来跟你道个别 在你旁边可能跑一圈就走掉 这也是会有的 因为他不会透露任何情报给你 他只能给你看一眼 给你道个别一点点头 然后他就走了 自食良心 这是最后一期的老师要跟各位讲的 重点是什么呢 重点就是在于是说 我们人跟人或是人跟物在这一世 我们在这一世就要互相尊重好 珍惜好跟尊重好对方 我们不要等人走了之后 我们再去怀念 然后再去忧伤 为什么 各位你要知道这个生命 这个因果还是一直不断的去轮回的 所以说你这辈子 可能你还真的很爱你的父母 很爱你的孩子 但他们就是没办法 这个就是提前登出了我们这一次的 人世间的这些回圈 那么这个时候 其实你只需要做什么 你只需要怀念他 跟你只要诵经 或者是你用善行去回报他就可以了 那你要知道 当你有一天你走了之后 你在上面你更能跟他团聚嘛 也不一定 这可能有点伤人 但是真的是不一定 为什么不一定呢 因为他可能成为别人的小孩 他可能成为别人家的狗 别人家的鸡 别人家的鸭 或是他存在地狱里面 或是他已经成佛了 但是你们的关系只在这一世就平了 每一个人都有一些在每一段生命之中 有珍惜的人事物 哪怕你过去可能是一只狗 你也有你喜欢你真爱的小狗 对不对 都会有 但是你离开了这个 这一次的生命之后 你要迈向下一个生命的时候 都是很公平的 给你一碗蒙蒙蒙汤 你啥都记不得 那这样子才能够维持你生命的平衡 不然你这辈子很爱你的先生 很爱你的太太 我们真的是生死不予 今天我们往生之后 那有人告诉你 其实你上辈子是我先生 你上辈子是我太太 那我们是不是要再去前缘 那这样是不是关系就很乱了 对 跟董老师意思吗 所以是说 托梦这个事情带出来的 还有很多因果之间的一些关系 所以说我们不用太去在意 是说我们梦到什么东西 就一定发生什么事情 老师不能跟你讲 做梦的完全都是假的 这个绝对是不合适的 但是呢 你要是说 你要真的要为你的往生气属做什么 那么你就必须是用什么 用你的心 用你的心 来去传递给他 你对他的思念跟祝福 而绝对不是靠烧纸 就可以帮他做好的事情 即使你去祭祀 也不用是说什么太去大张旗鼓 因为你只要双手一合十 希望你在那个世界过得很美好 那再送一段心经 或是你对上帝祈祷一下 希望那个上帝或是天使 能够给他很好的一个指引 让他在另外一个世界可以喜乐 这个就是我们能够做到最好的事情 记得烧纸 或者是大办法 或是想去帮助往生亲属这件事情 是绝对是不好的 绝对是不好的 你顶多在清明重阳节 这个重阳节就过了嘛 因为清明重阳节的时候 我们给他一些祭祀 回向和祝福 其他的东西就是靠你的善行善举 那这才是对我们往生亲属最好的回向 这个一定要记住咯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